新芳莫金傳, 沉思小品, 第二十六日 馬拉基書第一章第六節 兒子尊敬父親, 我既為父親, 尊敬我的在雅裡 在聖經上, 提到父親和天父的地方比母親多很多 這就說明認識天父這件事的重要 如果沒有了和地上父親相處的經驗 就很難令我們體驗到天父的形象 對一個兒童來說, 到底是父親的影響力大? 還是母親的影響力大? 可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母親的責任是指導子女 妥善地安排日常的生活 父親的責任大致來說 是幫助子女建立起他一生的理想 讓他們能夠有成功的一生 一個和他肉身的父親沒有建立起健康相愛的關係的人 實在很難和天父建立起正當的關係 一個人如果不知道什麼叫父親的愛和關心 沒有經驗過父親給他的幫助 保障、了解、管教、智慧和父親溫怨而有力的手 他怎樣能夠把上主當作他的父親? 一個神恩仔認為孝順父親是他的天職 做天父的子女所以取悅天父 是因為天父喜歡他的子女聽他的話 天父的事也就是他子女的事 有一句西洋格言就是父親不會錯 但是有時候 小孩子也應該有自我選擇的機會 這樣反而更能夠令他明瞭父親的智慧 天父令他的子女作自由的選擇 也是要他們更能夠認識上主的旨意 子女在希望得到什麼時候 時時都會想起父親 天父也將特別的恩典給他自己的子女 一個神恩仔和他父親一起玩的時候 是分外快樂 一個人如果能夠跟天父有甜蜜的交通 是一件多麼喜樂的事 父親為了供養家庭 天天操勞工作 我們的天父也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 父親無論多忙 都要拿點時間來聽神恩仔講述他們的難書 天父也知道我們一切的困難 他聽,他了解,他答應減輕我們的重擔 所以做父親的 他實在應該負責做個真正的好父親 這是他最重要的責任 一個認識天父的父親 才能夠成為最原理的父親 最受尊敬的父親 他一定要做到這一點 免治有愧符跡 這一點 他不想要的 就在我心中 他是否見不成功 吃上來了 感谢观看